大家好,我是三毛,今天要來講一下陸服剛推出的最新資訊 宇文拓、宇小雪、紫楓楊雲佐跟太原隱隱的生冰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生冰分析,以及讓你們知道他們到底有什麼東西 要不要刷他們,要不要練他們,因為好多人一直在問宇文拓要不要練 來來來,我們直接來看,廢話不多說 首先是宇小雪,宇小雪這邊獲得了新的生冰技能 自身不攜帶有害狀態的情況下,治療效果提高8-12% 這個意思就是說,小雪最多治療量可以提高到20% 這代表他可以,就是魂石不用施魔術士了 可以再用,就像很多人都帶蒙葵啊,或者是九環珠腑啊 一些比較特別的魂石,因為小雪的治療量已經溢出了 所以他不用靠魂石去做一個提高治療量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搭配這樣子 那他如果自身在持女蛙石,就是他死翹翹的時候 變成石頭,他會免疫有害狀態 這個東西最重要的就是小雪他不怕被用蜂脈 他就會銅脈跟被動補血,但他變成石頭的時候都持續會給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認為,這個亮點到這邊就沒有什麼了 提高治療量跟免疫有害狀態 雨小雪就這兩點而已 那我個人認為雨小雪他本身就很強了 所以給了提高治療量跟死亡後免疫有害狀態 我認為算是已經不錯的提升了 至少連動的角色是有神兵的,連動角色是很保持的 然後小雪本身就很強了 只是可圈可點跟瘋媽其實有點差不多啦 有就好,有就好 再來是宇文拓,宇文拓這個就是大家一直在說 到底要不要練到六星 他出了神兵,我先講結論好了 他出了神兵之後我認為他很值得刷到六星 他可以當一個輸出,合格的輸出 星數可以影響到他本身的輸出能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獲得新的神兵技能 屬於友方增炎狀態的地形上 就是自己放的增炎,或者是別人 像是夏侯儀洋款他們放的增炎地形都算是 那普攻傷害會提高16-25%,最高到25% 這個就已經有一點小質變了 他的普攻傷害是有提升到25% 再來的話就是若施放傷害技能,同時命中4到2個 行動結束之後會獲得龍香的狀態 如果已經攜帶龍香狀態的話 你就會把龍香變成猴陣 這個機制其實有點像鐵手下猴雨 有點像鐵手下猴雨,他本身就是有一個狀態 會再進化成一個狀態 那先帶大家複習一下龍香是什麼狀態 龍香是遭受近戰攻擊對戰前 就會恢復自己本身的20%氣血,是固定的 然後對戰後還會發動仙弓 這個看到仙弓就想到鷹無血 跟鷹無血的機制很像 然後觸發後他這個狀態就會消失掉 那如果他本身 他宇倫拓是在增炎地形就額外恢復20% 所以最高可以獲得20%加20% 總共40%的氣血 這是龍香狀態 這個本身他在放一招直線AOE的時候可以獲得 那後來他現在放在神兵經營裡面也算是不錯 讓他直接獲得這個龍香狀態 再來的話就是龍香狀態進化成炮陣狀態 炮陣狀態是 簡單來講他從20%變成固定的40% 就不用再是一定要站在增炎地形上這樣子 然後對戰中的物理免傷提高15% 所以我可以看到圓拓他本身直變有很多 1.他獲得普攻傷害25% 2.他獲得龍香狀態 龍香狀態是什麼 可以有2.補血 可以補血 3.還可以物理免傷 4.先攻 所以他總共有4個特色 普攻傷害 提升 2.戰前回血 3.然後還會有物理免傷 4.發動先攻 總共有4個 有4個 所以宇文拓這個直變其實有一點點的小小的大 我認為小小的大 所以我一開始總結就是宇文拓還蠻值得大家刷到六星的 如果你不打算把他當做黑客技來使用的話 他是非常值得刷到六星的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點就是 我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就是先攻反擊 他是算普攻傷害 所以本身普攻傷害25%的時候 普攻傷害已經有提升25%了 那如果你在打宇文拓的時候 他不僅有物理免傷 還有 先攻反擊 提高25% 他有點像是鷹無邪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整個設計起來 宇文拓的設計我認為這個策劃有設計的非常好 有提升非常有提升的感覺 那以前的宇文拓就是放完地板就會變成戰地記者這個問題 其實也真的都是有做改善 我現在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練到六星 好 那未來我是認為啦 冰儀無邪可能有機會有一刀打不死宇文拓的情況 非常容易出現 好 那再來講一下子豐 子豐獲得了新的生命技能叫做 本回合使用傷害絕學造成傷害 行動結束的時候就會根據你目標 就是打中的目標 然後打中一個就給一個隨機狀態 三個最多到三個 三個就可以隨機三個有益狀態 那每攜帶一個有益狀態 他爆擊率就會提高1%到5% 那最高是5%乘以3個有益狀態最高15%這樣子 爆擊率最高可以提高到15% 那如果自身攜帶有益狀態大於最高是3個的時候 他絕學範圍加1 來這點的話講了那麼多 先總結一句話 子豐他有直變 子豐有直變了 子豐的直變是範圍加1 總結是這樣 範圍加1 那範圍加1的話他只有AOE 就是範圍技能才有範圍加1 他單點並沒有範圍加1 這其實跟夢幻魔女戰的大公主的專屬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那他其實區分的非常的好 慕容玄機是射程加1 子豐是範圍加1 我認為區分的非常好 然後加上子豐他本身也有做直變 第一點直變是什麼 爆擊率有15% 第二點就是 絕學範圍可以加1 第三點是什麼 可以自己獲得有益狀態 那這個有益狀態不知道會給什麼東西 不知道會給什麼 說不定會給了真章真弓或者真爆什麼 這有益狀態其實有待觀察 那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子豐偏向於說在打 我這邊有血 子豐在偏向於可以打AOE陣 配合雲英公主 劍邪力打一波蟒陣 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不打蟒陣 他也可以帶他本身的減CD加速啊 做一個輔助都可以 都可以的 我認為子豐這個神兵也是非常好的 像看下來 紫豐宇文拓啊小雪這三個神兵都做得好 都做得好 因為後面的神兵真的是越來越好 好那再來的話是 楊雲左 楊雲左就有點不想多說了 因為後期有出了李逍遙 本來就有出李逍遙 然後後期還有出一個靈曲 基本上這兩隻都已經搶走楊雲左的光環 楊雲左除了移動力加1之外 我認為楊雲左沒有什麼太大特性太大特色這樣子 那我這個就不多說 等楊雲左SP就是等楊雲左出了新的角色新的轉身 我認為就可以再考慮看看 現在就是不考慮啊 不要浪費神兵支援這樣子 再來的話是太原影音 太原影音的話 他是獲得了治療量提升18到20% 不錯非常好 再來的話是使用主動絕學的時候 會對自己兩個範圍內的啊 最高三個有方獲得固元1跟癒合 就是減傷加上回血能力 我認為啦 這樣子是非常好的 非常厲害的 他在提高治療量外啊 還有施加技能 施放技能之後會獲得 固元跟癒合兩個狀態 別忘記哦 他天賦還有一個雙台 所以這樣子最多可以到三個狀態 非常棒 非常棒 這個太原影音 所以原本治療量不夠的問題也解決了 還可以給人家癒合的狀態 這個喔 PVE推關卡一定是念太原影音 這個不用多說 那可是如果要上PVP 我認為還是有難度啦 但是話不要說太實 萬一如果有那種龜陣 兩坦兩奶 或者是兩坦三奶這種龜陣的話 這也不好說 好啦那以上太原影音 歡迎楊云佐、紫楓 還有宇文透 還有宇小雪的神兵技能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你們對這些神兵技能有什麼樣的看法 歡迎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